公元2000年 我是一个普通的软件工程师 这是普通的一天 只是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开着我的红色越野车 走在下班的路上 在路过一座桥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前面的车 掉了一个车轮 很过路面 车后座上 好像还坐着一个女孩 我没有犹豫 立刻用自己的车拦住了她们 而自己 却被撞下了桥墩 我没有等到救护车 就合上了眼 公元2080年 我这辈子过得很平静 90岁才嫁贺西归 临走前 我的儿女 孙子 虫孙子 都环绕在我的床边 虫孙子问我 您这辈子 有什么遗憾吗 只有一件 十五岁那年 父母开车带我回家 月很大 我们的车 掉了一个车轮 一辆红色的越野车 为了保护我们 自己被撞下了桥墩 他 为了我而死 公元2110年 生前 我参与了一个智能家电的项目 我死之后 为了纪念我 所有的智能家电系统 都用了我的记忆体 和我的声音 你或许不会相信吧 没有生命的我 竟然爱上了一个女孩 我只是个机器 原来一个机器 也会有贪心的 原来一个机器人 也会犯傻的 我想对他说 我爱你 可是 我能对他说的话 却只有 您需要打开音乐吗 公元2110年 我死的时候 家人把我的身体 冷冻了起来 我的记忆 却停留在过去 那个红色越野车里的男人 如果他还活着 或许 我们会成为朋友 甚至恋人 公元3206年 沧海换了桑田 我却依旧是一个冰冷的机器 现在 我是一个在心机里 挖掘隧道的挖掘机 而我爱的女孩 她经过数次的冷冻 复活 成了操纵我的工程师 在一次冰冻星球的暴风雪中 我们迷路了 等待救援的时候 我为了能够温暖 他冻僵的身体 在甲烷大气中 燃烧了我自己 我的身体翻滚着旋转着燃进了最后一块铁片 免消失了 再见 让我在下一个轮回里 继续守护你 公元5500年 世界来了又去 重生了又毁灭 我依然在寻找那个雨夜里 救过我的男人 他的生命 还在某处延续着 我想走到他面前 对他说 我花了一千年去怀念你 又花了两千年去寻找你 你到底在哪儿 我一直在这儿啊 我的记忆和声音被植入了各种机器 保护着你 我一次次为你而死 每一次告别 我都绝望地在心里对你说 我爱你 可除了空气敲打铁皮的声音 你什么也听不到 我愿意 我愿意舍弃永恒的生命 只为了在你身边待上 哪怕是 一秒钟 我愿意舍弃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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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